我是資深的黃國昌觀察員 從2014年開始就一直不斷的在關注 這位政壇上的這個明日之星 很厲害很厲害一個人 那所以呢 其實呢 過去我們都從黃國昌身上學到很多 包括說呢 他也是經常使用一招 就是過去啊 他還是中研院研究員 甚至是剛創黨 還沒有任何公辭的時候 他就會一直叫馬英九出來辯論 這個這個他一直慣用嘛 就是說我跟你校正啊 但是我叫一個不可能出來 跟你對的人出來 那你不出來 我就說你看你沒道理 你不敢出來嘛 那這個招數呢 其實因為十年前開始 一直用到現在 所以我們早就已經都可以預期到 那可以預期到怎麼樣呢 來給大家看 我其實早在五月十九號 那時候立法院還在舉手 表決法案的時候 我就講過了 因為當時呢 這個很多科粉啊 還有藍營的朋友啊 都一直留言說 老婆呀 你出來講清楚 可以出來講清楚 你一直留言校正 當時呢 其實十年前 我們都看過了 所以我那個時候就講過 我說願意跟藍營 任何一個立委 甚至包括白色的黃國昌 也可以啦 你就的公開辯論嘛 如果不敢一對一 六十二個人要車輪戰 也可以 OK啊 直接出來公開辯論 直播PK 節省大家時間 五月十九號的po文 結果到現在我們錄影 是六月十七號啦 我還沒有接到吳春城的電話 沒有接到民眾黨說 哎 要辦電視辯論要不要來啊 我就想說 哎 包括另外一個啦 這個Puma 這個民進黨的 沈柏洋立委 也講了 他說三讀通過 以前至少講十次了 說請國民黨跟民眾黨 來跟他辯論嘛 當時也沒有辯嘛 還記得這個柯文哲講說啊不然立法院裡面講一講就好啊 幹嘛弄這些那麼多對不對 結果呢 現在再三讀通過行政院提服務議案的時候 黃國昌說 我找了一個資深媒體人幫我辦辯論啊 結果民進黨沒有來啊 你看民進黨都不敢辯論 不敢辯論這樣子不好 這什麼意思 過了十年 國昌老師因為他知道他出來辯論這招 已經可以被我們預判了 所以他就在戰術上做一個變化 就是有人找他辯的時候 他當作沒聽到 等到辯論的時間過了 等到火車過戰之後 他一個人在車站說 來搭車啊 欸 拜託欸 現在複議對不對 要辯論很簡單 你們民眾黨八票投贊成複議 那不就法案就回到立法院嘛 對啊 你不是可以辯論辯要保 而且還可以逐條辯論 而且立法院有直播 多省錢啊 對啊 還要辦電視辯論 都不用花錢找場地 不用另外花錢找主持人 當然也不用另外花錢做直播 因為立法院有直播囉 辯論不是辯論一個法案打包 你可以一條一條一條辯 而且辯論的時間還可以很長 每一個人都可以發言 黃國昌吳宗憲翁翁 包括葉元智徐小熙 每一個人都可以去發言 講得清清楚楚 那為什麼不投戰勝複議呢 現在黃國昌端這個 這麼晚端這個辯論出來 首先第一個他做了一招 他指定一定要民進黨 而且他的粉絲還說 一定要民進黨的立委 對不對 所以苗柏亞他說不行啊 資格不服啊 你不是民進黨 你沒資格變 王毅川也資格不服啊 因為王毅川不是立委啦 都不要啦 他唯一點來點去 點了一個人叫做總統賴清德 點總統賴清德出來辯論 這招厲害喔 厲害 總統為什麼要跟你辯啊 最厲害的就是這個 因為他點到的是中華民國台灣的總統 對現在行政院對立法院提複議 未來可能會找司法院大法官做事件 所以你去看你比較任何一個其他民主國家 這個時候沒有民選的總統元首跑到電視上 跟沒有公職也不是大法官 也不是什麼樣憲法程序上面的人來辯論的道理 你去看美國 你去看法國 黃毅川不是很愛學美國嗎 對 那這個總統拜登要行使否決權的時候 他會跑去跟共和黨的黨主席做電視辯論嗎 不會耶 所以黃毅川為什麼點總統賴清德 因為他知道他非常清楚 在中華民國台灣的憲政體制下 總統不會做這件事情 就算賴清德心裡面很想辯 他總統的身份也會讓他不能出來 這樣子在電視上隨隨便便的去發表了這些言論 那這樣好啦 黃毅川是不是就可以說民進黨膽小鬼 他就是這樣子嘛 基本上就是這樣 民進黨膽小鬼不敢跟他辯論 這早就預期了 我在上禮拜一下有台錄影的時候 我就講他一定會講這一招 果不其然 在週末他就發文了 他說你不敢不敢 但其實現在他現在打這種 你膽小鬼的牌 越來越沒用 為什麼你知道嗎 因為他自己的行為 很難接著其檢驗 不當黨產 為什麼他不敢去投票 為什麼他不敢去投票 人家電視辯論 沒有法律規定立委要電視辯論 但是法律有責任說立委要去審案子 要去投票吧 黃國昌你為什麼不當黨產這重要案子 你竟然自己消失就算了 全部集體都消失 對這怎麼回事啊 看不見 你還叫賴清德出來辯論的時候 你自己連去投票都不敢 而且而且喔 他在六月七號的時候 他上節目 這個黃靖營他們民眾黨的學姐 主持的節目 黃國昌被黃靖營問說 請問你支持國民黨的不當黨產條例嗎 黃國昌說奉勸國民黨不要再搞了 尤其是要素極既往的話 真的不好看 國民黨不要再搞了 真的不好看 我本來看到六月七號那個節目 還想說不簡單喔 到時候會投票反對國民黨 這不簡單喔 黃國昌是個角色喔 結果過了七天 才過了到七天而已 還在誦經喔 到第七天的時候 竟然自己把自己超渡了 完全八席都不出席投票了 人消失 人間蒸發 跟你說已經翻頁了 簽名領錢不投票 簽名領錢不投票 錢已經領了 翻頁了 然後我本來還以為說 他說啊 不要再搞了 這樣不好看是反對的意思 對啊 後來我看到他們那天集體消失不投票 我才領悟到原來不是他反對的意思 是害羞啦 他說因為兩個人感情很好嘛 做一些害羞的事情 然後被別人看到了 他就說哎呀你不要再搞了 這樣子不好看 因為有別人有在看 原來是這個意思 原來是因為 國民黨要表決這法案的時候 就要害黃國昌要躲起來 不好看 原來是這樣子 那你說今天江和樹出來跳起來 對不對 然後黃珊珊說啊不要再噴口水 不會支持樹極既往 然後黃國昌說叫大家去看他六月七號的錄影 大家只問一件事嘛 那你六月十四號的時候你在幹嘛啦 對啊 你們這八席為什麼不去投啦 對就對錯就錯 反對就反對啊 你自己二零一六年才說 已經跨出轉型正義的第一步耶 你還不讓他繼續喔 他走回頭路喔 我看了黃國昌很多所有的訪談 他說啊 他絕對不會支持國民黨樹極既往的版本 但是我就覺得很奇怪啊 按照他在立法院投票的行為 事實應該是他絕對不會反對吧 他絕對不會反對國民黨樹極既往 他讓他過了就已經樹極既往啊 你不支持你就要去反對國民黨啊 對啊 那你說你今天連投票都不敢去投 你連投票都不敢去投自己意向的黨 有什麼資格說別人不敢跟你電視辯論 對別人都已經前面都已經下了這麼多贊帖 你一次也沒有接過 等到三讀通過了之後你才說要上電視 這不是作秀什麼才是作秀